您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刘洋 马上带来关心今天6月13号星期一的重要新闻 首先来关心一则发生在美国的重大枪击事件 美国佛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知名的同性恋业店奥兰多麦洞 12号凌晨2点左右 遭到一名枪手闯入开枪攻击 并且挟持人质达3小时 警方派出9名特警攻坚击毙枪手 事件总共造成50人死亡 53人受伤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表示 事件的调查指向恐怖攻击 美国总统欧巴马谴责此案 并且下令全国将半旗致哀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死伤最为惨重的枪手案 警方表示 这名枪手名叫奥马马丁 是住在佛里达州29岁的阿富汗裔美国公民 疑似认同伊斯兰国ISIS宣扬的极端主义 枪击案发生的时候 夜店现场一片混乱 刚开始的时候 有许多的顾客还分不清楚究竟是枪响 或者是音乐发出来的刺耳的响声 一名目击者说 我感觉人好像在靶场内 另一名目击者说 他听到枪响的时候 立刻趴到地面 爬向DJ的所在 他看见有人撞倒一个隔间 后来顾客才有办法从后门逃命 欧连德的市长戴尔说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 是我们从未想象也难以想象的情况 这是一场浩劫 到处都是血 美国总统欧巴马今天谴责此案是残暴的谋杀与恐怖的屠杀 欧巴马表示 欧连德枪击案是一起恐怖仇恨的攻击行动 欧巴马说 没有任何恐怖或仇恨的行动能改变我们的本色 并力助美国民众千万不要向恐怖屈服 欧巴马同时下令全国降半级致哀 继续关心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蔑视少数族裔的言论 几乎已经达到了共和党忍受度的临界点 惠普公司的执行长梅格·惠特曼 以及共和党的大佬罗穆尼等人 在本周末举行的活动上就大肆批判川普 甚至将他比作希特勒和穆索里尼 罗穆尼在10号在犹他州帕克市Park City 举办年度共和党演议会 众多党内的大佬 金主和企业家出席 而今年的会议显然被批判川普的声音所占据 惠特曼在会中不断把川普比作邪恶轴心的领导人 并宣称如果这一次放弃共和党的原则 就有可能把该党带入更加险恶的境地 他质问下一次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暗示接下来党内可能会出现更多川普式的人物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和党人并非全部反对川普 国会众议院预长莱恩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根据另一名与会者的描述 连勉强支持川普的莱恩也在会中遭到抨击 莱恩曾经是罗姆尼2012年总统大选时副总统的搭档 川普在事后一份邮件当中讽刺惠特曼的评论 他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惠特曼 但是他在惠普做得一点都不好 我从他过去灾难式的竞选失败和损失巨额资金的经历当中 已经对他了解很多 我并不需要他的支持 惠特曼在2010年曾经自掏腰包1亿4千万美金 竞选加州州长 但是却以失败告终 将焦点转向欧洲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6月11号欢庆了自己的90岁受臣 英国伦敦举行了特别的皇家军队阅兵仪式向女王致敬 白金汉宫门前以及林荫大道上涌入了大批民众 而女王则身着一身鲜绿色的套装 一出场便引起轰动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在举行盛大的皇家阅兵仪式之后 皇室成员随后在白金汉宫的阳台 观看皇家空军的分裂时 包括威廉王子和凯特 也带着他们的儿子乔治和女儿夏丽莉莉 现身阳台制衣 皇家军队的阅兵仪式 由将近1500名官兵和超过300匹的马匹组成 威武的军阅与整齐花衣的阅兵 获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女王康莉在教育台上全场站立 专注观赏体力惊人 对士兵的表现给予肯定 但是最吸引众人目光的 是从头到脚一身荧光绿的女王 1952年登基了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也是最年长的君主 英国女王通常庆祝两次生日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250年前 女王出生在1926年4月21号 但是6月的生日是官方的生日 真正的庆祝活动这个时候才开始 12号泰晤士和尚 还安排古董船只游行 并施放礼炮 祝贺女王90岁大寿生日快乐 13号灵异大道上 将举行万人午餐街头派对庆祝活动 由女王和长孙彼得菲利普·皮特菲利普筹办 受邀了宾客 主要来自600多个与女王有关的慈善组织和团体 除了野餐式的午餐 还有江连华式的派对活动 在江交点转向亚洲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2号惊传 一名男子利用随身携带的 由啤酒瓶制造的爆裂物 在机场报到柜台引爆 造成至少4人受伤 爆炸之后该男子企图自杀 但是目前伤势严重 上海官方证实 12号下午2点26分左右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二航下C区 分属菲利宾航空和泰国航空的国际线 报到柜台附近 发生爆炸案 现场传出一阵爆炸声 浓烟而且闻到火药味 由于事发突然 群众惊慌四散 造成包含一名菲利宾级旅客在内 总共4名旅客轻重伤 伤者被送往浦东人民医院救治 行凶者疑似是对飞航和泰航的报到柜台 各丢失一枚啤酒瓶制作的爆裂物之后 才被制止 上海官方并未说明此案 是恐怖攻击还是单纯的意外事件 凶手的姓名身份也并不清楚 只知道是一位年约30岁的男性 再来关心一则湾区的消息 为了更加紧密地连接台湾大学校友 和戏谷地区成功人士 由北加州台大校友会筹办的 台大矽谷中心 6月11日正式成立 台大校长杨半池博士为中心剪彩 台大校长杨半池 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忠林 经文处科技组组长汪廷安 圣塔克拉拉县水利局委员薛乃庄等 参加了台大矽谷中心的成立仪式 并为中心剪彩 马忠林致死表示 台大不光是在台湾 在世界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学 现任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陈建仁 都是台大的校友 台湾未来首要的任务 就是发展经济和创新模式的发展 新中心的成立正逢其时 可以与矽谷建立更好的联系 帮助台湾创新创业的发展 杨半池表示 台大矽谷中心的建立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台大校友 和美国矽谷之间建立一个平台 台湾有很多大学校友 目前在矽谷发展得非常好 台大为了连接这些资源 已经成立了多个项目 让学生知道创新创业的重要性 一些学生有好的创业意向 可以通过台大矽谷中心 来与矽谷的成功人士会面 更容易获得成功 杨半池还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 为校友分析肺癌成因 以及防治的方式 最后关心体育方面 美国直栏NBA总冠军赛 NBA官方宣布 经过重新检视 总冠军赛第四战的画面之后 决定追加 吹叛勇士前锋格林 Jaymond Grant 一次一级恶意犯规 而此次恶意犯规的吹叛 使得格林在季后赛的恶意犯规点数 达到4点 自动竞赛一场 来看优势体育的综合报道 格林的犯规是在第四战的时候 只剩下三分钟时发生的 当时他和詹姆斯纠缠在一起 詹姆斯从他身上跨过 格林分而用手挥击 接触到詹姆斯的属席部 两人因而爆发另一波冲突 NBA篮球事务执行副总裁 前NBA球员范德维奇表示 就格林第四战的犯规行为 并没有严重到必须要禁赛 但是格林累计了4点恶意犯规点数 所以总冠军赛第五赛将遭到禁赛 格林是今年季后赛第二位恶意犯规点数 累计达到4点的球员 此前暴龙中风毕永博 在东区决赛第六战之后 也领到四次一级恶意犯规 但是因为暴龙季后赛的赛程已经结束 毕永博将在夏季开幕战时遭到禁赛的处分 格林在西区冠军赛的时候 因为飞踢雷霆中锋亚当斯的胯下 连到一次二级恶意犯规 相当于两次一级恶意犯规 继续赛首轮直接撂到火箭前锋毕斯利 则是第一次一级恶意犯规 同时詹姆斯也因为这个冲突 追加一次技术犯规 另外骑士总教练在第四战之后批评裁判 联盟也给予罚款25000元的处罚 根据联盟规定 遭到禁赛的球员不得进入比赛场馆 勇士目前以3比1领先骑士 即便格林遭到禁赛 拉斯维加斯的赌盘仍看好勇士 在第五战便可封王 有不少媒体相信 就算格林不能在场边观战 联盟应该会允许让他进场和球队一起庆祝获得冠军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